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骑兵是一种骑马作战的部队 既能骑马又能步行作战 从而能迅速地打击对手 所以在机械化时代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 是军队的一种新力量 资料图二次大战期间 仍有许多国家装备骑兵 而波兰就是其中之一 当德国军队越过边境突袭波兰时 确实有一支大约一个团的波兰骑兵部队 那时 由于形势十分危机 故此上级命令他们顶住德国的进攻 从而能够掩护大批主力军队的转移 资料图但事实上 波兰骑兵不是人们所想的那样 不是德军宣传的那样 骑着马 挥舞着剑 不顾一切的冲锋 他们更多的是利用马匹来运输和机动而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波兰骑兵使用军刀攻击德国坦克 是真的吗 第二天 德国的指挥官要求战地的记者为波兰骑兵和马匹的尸体拍照 当时他们宣称 波兰的骑兵无知 倒可以用剑和毛来攻击德国装甲部队 因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波兰骑兵用长矛和军刀向德国坦克冲锋的这件事情 可见并不是真的 这是当时的德国军队 为了显示他们的装甲部队的力量 而制造的一个神话 或者说 是当时的一种宣称需要 正 之需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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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